畫面上可以看到熊熊的大火不斷燃燒 黑煙更是直串天際 消防隊出動二十二輛消防車 一臺救護車四十四名消防人員 和二十六名一消人員出行搶救 抵達現場後緊急布設水線灑水灌救 而這其實是一間輪胎工廠 這起火災意外就發生在彰化縣 園林市柳橋西路上的一間輪胎工廠 八號晚上八點多疑似 移工在員工宿舍主食物時 一個不小心導致輪胎工廠三樓的 員工宿舍起火燃燒 消防人員獲報後緊急前往搶救 而員工宿舍內的床架 已經被燒得焦黑 所幸沒有人員受困或受傷 或是在九點三十分左右被撲滅 根據瞭解這間輪胎工廠 在一九六五年建廠 如今已經成為臺灣最大的 再生輪胎大廠 至於詳細的事發原因 害財務損失還有帶火掉 到自己不離親